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一下我们3.6主线的最后一个任务啊 亚瑟特的战歌 那首先大家来到我们甘露花海 找这个NPC我们接取这个任务 对话完毕后我们按照任务指引来到我们左边这个传说锚点 好现在的话我们将视角调到东方向 然后这边的话有好几个小家伙啊在这里 对话完毕我们来到这个树干这里 然后点击交付将这个灵光啊我们交一个上去 那我们现在身上还有4个 4个点位的话分别在地图这个位置 那我们按照顺序我们从左到右来做好吧 那首先我们将视角调到我们北方向 好我们先下来 然后这边的话这条路不好走啊我们继续下来 这边适应草可以勾一下 到达这边大家注意了我们来到右边这块石头爬上去 左边这边是不能爬的啊我们只能在右边这块石头上去 挡开翅膀进入这个空间 好这是我们第二棵树 好这是我们第二棵树 这棵树的激光啊在这个上面才能解锁 好首先我们按下C键 然后上升 上面的话有一个草种子 好我们使用一下元素战技 召唤一下这个平台 好再按下我们C键 下来 那下一步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东北方向 你可以看到前方的话有一个 适应草 好在这个上面 咱们先出去啊 勾一下然后往后面勾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上来了 再勾一下 然后我们将这个挡掉啊 最好的话用攻击力高的角色来打 好的打完之后我们下来 我们在这里再放置一个灵光 好我们接着来啊 我们现在的话将视角调到我们东北方向 从这里出去 那第二个点位的话就在我们这个东方向这里 好这边的话有几个秋秋冷啊 大家先消灭一下 那么清理完毕 我们就可以放一下这个灵光了 好下面的话我们将视角调到我们东南方向 我们前往下一个 那这个的话跟我们刚才这个一样的啊 将怪消灭 然后再放一个 好这边我们从左边绕过来 前方的话还有一个 好大家留意了 在我们左边有一个适应槽 好大家留意一下 等一下的话我们要用 那这个也是在这个上面啊 这样的话我们先 先出去 找一下我们刚才要讲的这个适应槽 视角往上面看 好在这上面拉一下 然后再拉一下 好我们就上来了 再攻击一下 好打掉之后我们下来 好这是我们最后一个 那现在的话我们按照任务指引啊 往这个西方向 我们找一下这个 这个米歇尔 找他对话 对话完毕后我们前方的话 有一个小花灵 好跟着他 好这边的话我们稍微等一下啊 进化完毕后我们继续跟着他走 那总共的话有三颗啊 那这是第一颗 好前方的话还有一颗啊 这边的话我们继续进化 然后这边的话会刷怪的啊 那打的时候建议留一只怪 让他这个全部进化完毕后啊 我们就可以了 我听别人说啊 这边是无限刷的 可能打不完的啊 所以说你留一两只就可以了 你用这个分元素牵制一下 好我们前往下一个点位 就在就在这个前方 好同样的啊 大家牵制一下 打完之后 我们再找这个米歇尔对话 那下面我们按照任务的流程 我们往这个北方向 从这里跳下去 好下来之后 我们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空间 过来之后你首先将四角调到南方向 前方的话有一个 传送锚点 开启之后 将你的四角调到北方向 勾一下 然后再勾一下 再勾两下 上面的话有一个小精灵 好我碰一下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空间 进入这个秘境啊 好这个秘境怎么做呢 首先你过来 过来之后变成小花灵 先把这个按下一技能清除一下 然后在这里我们长按一技能 长按一技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这块石头了 你如果不长按一技能的话 这块石头是看不到的 好我们前往下面这个平台 我们再切换小花灵 然后我们按下一技能 将这个四蝴草吸收一下 再提升 然后这边我们放在这里 按下T键 好在这里的话我们继续切换小花灵 把这个清除一下 然后把这个四蝴草 放高一点 按下T键 好再按下Z键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本体了 再勾一下 好现在的话我们上来了 那这边的话有两只流血狗 大家先清一下 清理完毕后我们跟着这个精灵 然后这边有个东西大家先拿一下 这个东西的话叫做磁心 我们要获取两个 好我们继续 这边的话我们适应炒勾一下 好不要动 我们切换小花灵 把这个吸收一下 按元素战技 然后往前面走 放在这里 再切换回来 好再勾一下 我们就过去了 那这边的话也有一个小精灵 同样的切换小花灵 把下面这个四叶槽吸收一下 然后我们放高一点 这里差不多了 我们再拉一下 我们再拉一下 在上面 好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磁心 拿一下好两个磁心拿到手之后 我们继续前进 这里我们切换小花灵 这里我们切换小花灵 先把这个清除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可能过不去啊 那过不去的话 首先我们往后面转 我们把这个四叶槽先拿一下 好我们放在我们这个前方去 好这里就差不多了 那现在的话我们通过这个四叶槽上来 然后前方的话有很多这个四叶槽 那这边的话就不需要了 再往前面我们再拉一下 好这边还可以拉一下 好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秘境就完成了 好现在我们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切换成小花灵 然后这边有一个绿色的球 看到没有 我们释放元素战绩 好的我们继续前面的话还有一个 再释放一下我们元素战绩 把这个清除一下 好的下面我们回到我们的本体 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从这里啊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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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之后前方的话有一个四叶槽 好往上钩 这边我们继续往上面钩 这个有点像这个螺旋的一个机构啊 螺丝的一个机构啊 这边的话我们继续切换小花灵 铺桥 再往前面 这里再铺一个 好把这个东西 讨厌的东西可以清除一下 好前方的话是第四个 好现在的话我们切换到本体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桥上去 好记得你赶一下这个精灵啊 没这个精灵的话我们是过不去的 这边的话我们等一下这个精灵到位 好现在的话我们这个秘境可以进去了啊 我们进来 进来之后 这边四叶槽 勾三下 再勾一下 然后前方的话有一个光点 我们往这个光点方向走 好调查一下 那现在的话我们来到另外一个空间了 我们首先往南方向走 右转就可以看到了 在我们前方有一个精灵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迷宫啊 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啊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迷宫到底怎么走 好的我们先拿到这个磁心 然后我们切换成小花灵 然后我们切换成小花灵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花灵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断的上升 你比如说迷路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啊 等下我们从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右转 大家看我鼠标 然后从这边继续右转过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精灵 小精灵的话会往里面走的 往里面走 走到这里 这里有个磁心 我们拿到这个磁心之后 然后远路返回 然后从这边出去 这边有很多这个适应草 一路勾过来啊 勾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好吧 好现在的话我们往这个北方向前进 然后我们这边右转 这边三叉路口我们继续右转 走到这边 我们左转 左转 看到没有有一个小精灵 好继续拿一下这个磁心 那现在的话我们原路返回 我们先从这个出口啊出来 这边我们右转 然后这边我们继续右转 然后这边我们继续右转 适应草 勾一下 这里有很多 这边我们继续右转 再勾 再勾 好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秘境 出来之后我们左转 在这个前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精灵 咱们先碰一下 我们按照这个小精灵的方向 我们这边再勾一下 我们等到位之后啊 然后在我们西南方向 这边还有一个小精灵 勾一下 就在这个位置啊 就在这个位置啊 我刚才碰到了 就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的话我们原路返回 再勾一下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秘境了 好这个秘境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咱们先找一下这个精灵 把这个流血狗啊全部都解锁一下 解锁完毕后咱们清一下啊 清完之后我们再找一下这个小精灵 我们拿一下这个磁心 好下面的话我们往南方向前方的话有个四应槽 大家看到没有 勾一下 然后这边也有四应槽 继续勾 也是个螺旋的机构啊 咱们继续勾一下 好上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同样有两只流血狗 我们先把这两只啊全部解锁一下啊 然后我们开挡 打完之后继续找一下这个小精灵 我们再拿一下这个磁心 两个磁心拿到之后我们按到黄色这个标记啊前进啊 这边我们稍等一下 等这个小花灵放这个钩子 咱们再过去 再勾 在这个前方的话有一个钩子哦 看到没有 咱们先勾过去 好这边稍等一下 再勾 然后这边的话也有一个钩子继续勾 我们再勾一下 好我们现在可以上去了 好最后的话我们来到中间这个地方 有一个大洋葱啊咱们先下来 下来之后来到中间这边 开启挑战 我们将这些怪全部清理完毕后啊 我们这个任务啊就告一段落了 那最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虚拟凯瑟琳这里 我们将这个任务啊完结一下 好大家再看一下这个主线任务啊 已经消失了啊没有了 好本期视频啊我们就到这里啊 再见